彩虹派對的負責人呂中吉 今天再度來到了盧州分局來徵訊 那他在律師的陪同之下 大約在晚間8點多的時候抵達 那其實他在昨天的時候 才剛剛以100萬元交保 今天又再度被約談 律師怎麼說 我們來聽聽看 我們絕對會秉持 完全配合檢調辦案的方向 那希望可以協助檢調 可以盡速查明整件事情的來弄去脈 那我們絕對不會逃避 應該負的法律責任 好 謝謝各位 是 這個後續我們 呂中吉抵達盧州分局的時候 他是全程都低頭不語戴著口罩 就緊跟在律師的身後 相當的低調 就怕多說錯話 但其實這一次呂中吉 會再度的來被約談 主要是因為這個城報事件 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傳出了不幸的消息 有一位女大生在經過急救之後 還是宣告不治 就在今天下午兩點多的時候 已經把管宣告不治 因此負責任 他的罪行上面又再多加了一條 也就是業務過失致死 因此之後的刑期恐怕還會再加重 因此這一次檢方跟警方這邊 不只傳喚了呂中吉 尤其是也包含了這個包商 以及呢這個器材廠商呢 也都在今天早上都傳喚了 那也在稍早的都已經離開 以上現場最新主播 好 我們看到就是在今天呢 這個呂中吉已經被二度約談 檢方改一業務過失致死罪來予以偵辦 好看 好看 好看